我們很多人都希望能夠做靜零 但是這條路真的很難走 目前全世界包含台灣 99%的衣服服裝 當你廢氣回收之後 只有不到1% 他真的能夠再循環做成衣服 其他超過99%是丟掉 焚燒做燃料棒 少部分捐贈 環保是要付出代價 但是現在做為了代價更高 我們很多企業很多產業 他不斷的說要節能減貸 然後要環保 用環保材料 可是我跟各位報告 環保是要付出代價 但是現在做為了代價更高